週三 英國國會通過立法 尋求阻止無協議脫歐 最後以327對299票通過決議 要求政府如果10月19日之前 沒有和歐盟達成脫歐協議 就必須把脫歐最後期限延長到2020年1月31日 週三 首相約翰遜還提出提前大選的決議案 雖然以298對56票獲得多數票 但未達到規定的三分之二票數的門檻 而無法啟動提前大選 針對約翰遜提前大選的動議 英國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政治學教授科蒂斯爵士表示 脫歐問題改變了民眾投票的方向 如果提前大選 保守黨是否能贏也是未知數 脫歐問題導致保守黨分裂嚴重 週二議會投票時 21名保守黨成員倒戈被約翰遜踢出保守黨 其中包括2名前內閣成員 還有做了37年議員的前首相丘吉爾的外孫索姆斯 2名前首相卡梅倫和特雷沙梅 都是因為脫歐問題而辭職 剛剛上任的約翰遜目前也深陷脫歐泥潭 新唐人記者Jane Verrill 倫敦報導 鄭倫子 2名前首相 3名前首相 5名前首相 2名前首相